我们知道艾滋病难以治疗的原因主要是和艾滋病毒的特性有关系 艾滋病毒它有这么几个特性 第一个它容易感染到我们人体的T细胞 是我们重要的免疫细胞 第二个艾滋病的病毒容易发生变异 这种变异的状态会影响你抗病毒的效果 第三点目前来讲没有一个有效的药物能够彻底的杀灭艾滋病毒 它只能把它抑制住控制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那么不能有效的杀灭一旦停药以后 它仍然可以复制形成一个高的水平的状态 当然了我们知道有些既是有效的抗病毒治疗 但也不能完全杀灭这些病毒的情况下 它会摧垮我们的一些免疫系统来诱发或者形成更多的问题 所以说艾滋病的病人一旦确诊以后 到目前为止没有治愈的办法 所谓没有治愈的办法就是会形成一种所谓叫男子的一种模式 但是现在来讲由于科学的发展 一些不断的新药的出现 我们的艾滋病的管理水平在不断的上升 长期服药可以获得很长时间的这种生活 生成的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多 而且现在的艾滋病尽管不能治愈 但是有效的药物治疗 完全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 完全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感谢观看